1950年代初期 台灣所處的環境十分惡劣 國民政府剛從大陸挫敗下來 政局不穩,人心惶惶 從大陸湧入的軍隊與難民 死人口從650萬,暴增到800多萬人 台灣的自然資源匱乏 經濟以糖、米、農業為主 工業基礎相當脆弱 金融體制也不穩固 銅貨膨脹嚴重 民生物資缺乏 國際收支巨額逆差 外匯不足 財政長期赤字 以人均GDP來看 1950年的台灣人均只有916美元 低於鄰居菲律賓的1070美元 還不到美國的一成水準 無疑是一個貧窮的經濟體 與當時其他的落後國家相比 台灣發展經濟的條件可說是相當不利 不過後來在美國的援助下 透過一系列的政治改革與經濟建設 在1950年到1990年間 成功從農業轉型完成工業化 經濟極速成長 尤其是1961年到1971年這12年間 每年的經濟成長率平均達10.2% 與韓國、新加坡、香港並列為亞洲四小龍 經濟空前的繁榮 在70年後的2020年 台灣人均成長了30.5倍 達2.8萬美元 華麗轉身為高所的國家 而菲律賓人均整停留在3571美元 回顧這段經濟狂飆的年代 我們稱之為台灣經濟奇蹟 陸列亞洲四小龍 不過對於如何解釋台灣奇蹟 今天台灣內部的說法仍是眾說紛紜 謠言滿天飛 甚至成為了藍綠對立的一部分 今天我會參考幾位學術界大佬的論文 來聊聊台灣經濟奇蹟到底是誰的功勞 第一種說法是日本殖民影響 奠定了台灣現代化的基礎 這一種說法很受台灣本土派的歡迎 嚴格來說也沒有錯 日本人統治台灣後 丈量土地、遷移產權 建立了各種現代化制度與組織 包含政治與法律體系 金融機構、企業組織等 具有相當規模的硬體基礎建設 如鐵公路與機場 還有大型電力隨地設施 自然資源的規劃利用等 在教育衛生方面也有突出的貢獻 降低了台灣人的死亡率 日本人50年的統治 讓台灣有現代化農業與工業的基礎 不過日本時代的工業化程度有限 比如本省男性的就業人口中 在1940年 從事製造業的比例只有7% 也不許台灣人獨資成立現代企業 管理階級有8成是日本人 另外日本人保留了台灣本地傳統的地主制 農人買辦 新興的資本主義都是從日本一致來的 本土傳統的地主經濟從未動搖 也就是說台灣自己缺乏外貿與商業的本土人才 無法說日治時期的台灣就已經資本主義化 因此日本的殖民統治 沒辦法為台灣自行啟動經濟發展 不過比較幸運的是由於日本是戰敗國 戰後日本的政治與經濟勢力 必須完全撤離 不像其他戰勝國的殖民地 在戰後必須延續殖民母國的經濟主導性 如果當初台灣的製造業還是由日本三井三林等財閥所壟斷 以他們壟斷型的資本規模技術與管理水準 那麼台灣的本土企業將難有出頭的機會 也就不會有經濟奇蹟 此外歐美國家的殖民地 在二戰結束後還需要進行獨立戰爭 比如在東南亞 英法河在太平洋戰爭中 被日本奪走了大部分的殖民地 但在日本戰敗後 竟然又重新回來佔領 就算取得了政治獨立 既有了殖民經濟也繼續留存 壓縮在地經濟力量發展的空間 錢還是給前殖民母國賺走 簡單來說 日本的殖民統治 給台灣的經濟奇蹟起了個頭 但真正點火的卻另有其人 那個人是誰呢? 很多人說經濟奇蹟的關鍵是美元 這一點也沒有說錯 在戰後初期 美國在政治軍事上的介入 使得國民黨得以去留台灣 而在經濟上的援助 對於台灣戰後初期的經濟 也有極大的幫助 在1951年到1965年間 平均每年約1億美元的貸款援助 內容從最基本的民生物資麵粉 到戰略物資飛機大炮外 也包含了基礎建設 例如道路、橋樑、發電廠 以及天然資源的開發等 而且不只是物資援助 也有各種技術合作與人才交流 提供全方面的發展 美元確實穩定了台灣社會經濟 也促進了台灣產業轉型 不過光靠美元 就足以解釋台灣的經濟奇蹟嗎? 顯然是沒有辦法的 同時間美國也在世界各地大撒幣 然而各地的成效卻有很大的差異 如菲律賓也收了不少美元 對經濟卻沒什麼幫助 反而加速了獨裁者的腐敗 即使是同一個國民政府 在1949年之前的大陸時期 也收了一大堆美元 但使用的是極為失敗 如果美國大撒幣是台灣經濟奇蹟的主因 那麼美國只要複製貼上 不就可以將全球的落後盟友 都推上工業化之路 顯然事實沒有那麼簡單 大撒幣很重要沒有錯 但關鍵人是被撒的那個人 美元可以如此成功還有一點 當時的美國並不基於台灣本地的經濟利益 只單純的提供軍事與經濟援助 甚至還提供出口市場 並且容忍國民政府保護國內市場 拒絕外資以及補貼出口等做法 如保護汽車產業玉龍 這與後來美國在其後院 拉低美特的玩法完全不同 美國很少容許拉美國家 擁有管制外資的自主權 比如智利的阿葉德總統 企圖進行國有化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馬上被美國政變推翻 像巴西這種南美大國 主要的工業也是由外資主導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美利堅數數看彎彎很窮 於是借了錢給彎彎買冰淇淋機器 還教彎彎怎麼做冰淇淋 最後還跟彎彎買做出來的冰 並且冰淇淋機器的所有權還是彎彎所有 俄拉美的智利哥哥也有冰淇淋機 只不過機器是美利堅數數的 智利哥哥想把冰淇淋機站為極右 就被美利堅數數教訓了一頓 並把機器交給了智利弟弟 弟弟有了機器後 也同意機器是美利堅數數的 只要求美利堅數數要跟他買冰淇淋 美利堅數數也答應了 其實在戰後的國民政府大陸時期 美國又曾與老蔣簽訂通商條約 不過當時的中美發展差距極大 必然會對本土經濟造成巨大威脅 這也難怪毛澤東認為這是賣國條約 這條約也顯示了美國對於中國市場的際遇 但吊詭了事 美國竟然在50年代 對於包含台灣在內的東亞國家 給予自主發展經濟的高度包容 這一份包容固然是美國在台灣 沒有既有的投資利益 不過更有可能是出於政治考量 在冷戰的氛圍下 美國人認為經濟越落後的地方 越容易被共產黨騙走 最後我們就要來討論 國民黨在戰後台灣的角色了 目前許多論述中 把國民政府當成殖民台灣的帝國主義者 是一個外來政權 不過這應該是高估國民黨的實力了 沒有美利堅數數的保護 國民黨必然無法鎖住台灣 除了台灣也無處可去 國民黨本身的現代化水平也非常落後 連當帝國主義者的資格都沒有 比較接近現實的看法 國民政府就是一個落後國家的維權政權 是一個敗手台灣一省的中央政府 稱不上是帝國主義者 另一種說法是國民黨在戰後 只顧一己之私 進行發展壟斷性黨國資本主義 獨享了經濟成長的果實 但這一種說法顯然也不是正確的 其實戰後的台灣 就是一個百費待舉的落後經濟體 如果國民黨這樣玩 而台灣的經濟還能高速成長 那真的是天生神力了 在當時極為艱困的環境中 國民政府確實有一些相當有利的外在條件 如前面所說的 日本人留下了基礎建設與現代化農業 美國的軍事與經濟援助 以及美國默許的經濟自主發展空間 不過這都只是經濟發展所需的部分條件 這些條件仍有可能被錯誤的統治與政策揮霍掉 關鍵還是主政者的意志與執行能力 國民黨確實用了有限的資源為了求生做了很大的努力 不過為何在大陸時期經濟搞了一團糟 仍仍寒大的國民黨 居然可以在台灣成功推動經濟改革 創造台灣經濟奇蹟 被趕出大陸的國民黨 為何能在此時此刻表現得一名神物 這就必須從一些歷史脈絡去了解 由於篇幅的限制 我們就留在下次再說好了 近代史優式經濟史這種比較敏感的主題 還是要有具有公信力的學者博士媒體背書 這一部影片我參考了曲文博士 梁明義王築榮教授等人的論文與著作 他們不是中研院的研究員 就是台大的經濟系教授 本影片的觀念主要是曲文博士的看法 有興趣的可以看曲文博士的專書 另外參考了天下雜雜製作的《進步的軌跡》 這一個網站把台灣過去40年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過程 做了非常精彩的介紹 把每一年所發生的大事情 記錄得清清楚楚 配合照片影片或是明年的訪談 把故事講得非常生動 天下雜誌是台灣最具貢獻力的媒體之一 我覺得天下雜誌這個網站 真的是有見到台灣媒體的社會責任 用自己的資源記錄過去台灣的點點滴滴 各位可以選擇看你出生的那一年 看看台灣發生了哪些大事 我猜很多觀眾是1987年出生的 因此我們來看看1987年發生了哪些大事 這一年是台灣黎明到來的那一年 是台灣關鍵的轉折 有人以蔣經國變法來形容這一段歷史 在他人生的最後一年 蔣經國力排萬難做出了許多劃時代勇敢的決定 像是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 大陸探親、外匯開放等 將台灣帶入了一個新紀元 解除了政治與經濟上的建立後 台灣也進入了狂飆年代 進入了另一個嶄新的紀元 台灣出現了許多新的世界第一 更多的故事可以上天下雜誌進步的軌跡 而且下來可以免費領取閱讀天下帳號喔 連結就放在留言區 趕快來看看吧!